要写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还可以尝试用那个思维导图 然后把进一步的诊疗方案给画到一个图上 因为设计的情况太多了 可以 蛮好 我有那个思维导图的软件 我们小点声 我们小点声 到时候我们就一张图 我们先把关键问题 PPT可以我们把关键问题 几个问题讨论的过程写一下 还有我们的依据 然后最后我们的枕头 就用一张思维导图来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就很有条理 对 然后我们考虑到了无数种情况 这个非常好 好了 我们已经有制胜法宝了 我发全力了 很好 非常好 我们用那个质量 获得高分 碾压他们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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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